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今天咱们化身战神来拯救战神 这是一台战神的J8 说是显卡在一定复合运作时会停止工作 有时候会闪退 蓝屏重启 自动关机 换过显示屏 这么多问题啊 咱们给大家开机来看看吧 开机之后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据说是显卡要一定负载的时候才会出问题 那咱们直接甜甜圈启动 先让它慢慢跑着吧 等故障逐渐的浮出水面 OK跑了有大概20分钟 问题就来了 首先是甜甜圈画面卡死 然后桌面来回闪烁了两次 接着GPU这里面的显卡信息就全部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它就自动关机了 看起来好像故障很多 其实就一点 它显卡掉了 重启之后依旧可以开机 也能正常进入系统 还可以跑甜甜圈 但是第二次开机之后 跑甜甜圈的话 它就能跑不了那么久了 刚刚是跑了20分钟出问题 现在两分钟都没有跑到 瞬间就卡死 然后如果你在设备管理器里面 重新刷新的话 它就直接蓝屏了 蓝屏不可怕 可怕的是重启之后再次进入系统的话 它的这个电源指示灯首先开始闪烁 然后现在风扇也开始狂撞 熟悉蓝天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不愣卡了 对没错 蓝天的主板如果不识别显卡的话 就会这样子 风扇狂撞 电源灯闪烁 个别机器人还会嘟嘟嘟嘟 报警 紧接着就是自动关机 OK那么故障现象观察的差不多了 咱们直接上手开整 这一款问题我已经学到过非常的多了 打开后盖 取下散热器 直奔它的显卡核心供电 这个里面也是比较干净的 机组平常也是很爱惜的 今天的重点就是这几个MOS管 MP8694 当然这一款显卡供电的通病 也不只是MOS管 还有核心供电芯片的12伏分压电阻 用来检测公共点19伏是否正常 不过那个电阻出问题的表现 一般都是插电源出问题 用电池道正常 测一下这个分压 因为它的上组一直接着都是公共点的高电压 所以老化就比较快 组织一变化 它的分压就不对了 现在测的分压是1.18伏 这个是正常范围的 它如果出问题一般都会电压偏高 分压偏到1.6 或者是1.7 1.8左右 既然分压没问题 咱们来测一下波形 四组核心供电波形全部正常 因为现在是冷的状态 它出问题一般都是跑一段时间 温度上来之后才会出问题的 所以现在这样也测不出来 那么怎么办呢 很简单 咱们直接把这四个MOS管给换掉 撕起来好像是正常的 但确实是它在搞鬼 因为这都是经验之谈 同行可以直接抄作业 个人玩家新手不建议尝试 风险比较大 有可能会烧毁主板 咱们先把这个MOS管准备好 然后再把这个原来的MOS管给取下来 就四个 这蓝天还是比较抠的 2060就给四项供电 不过它显卡也就80瓦 给到核心的可能也就50瓦 四个MOS管 两个分压电阻全部拆下来 然后往焊盘上面抹一层均匀的西疆 这样的话可以焊得紧实一点 因为很多新手 焊这个MOS管这个引脚太腻 总是焊不好 焊盘上面抹上西疆之后 咱们开始装剑 首先是两个分压电阻 上阻是1.5兆欧 下阻是100K 以及四个MOS管 MOS管给它摆好位置 然后直接拿风枪从上面对着加热就可以了 焊盘上面有锡 又涂了锡膏 所以呢 芯片可以完美的吸附在焊盘上面 你只需要拿镊子轻轻的点一下就可以了 OK 完活 给它降降温 把上面的焊油给擦一擦 然后检查一下有没有联锡的 毕竟膝膏抹的有点多 有可能会联锡 如果联锡的话 直接拿烙铁勾一勾就可以了 等它降降温 再来测一测 分压呢 还是1.18没问题 四项供电 测一下波形有没有问题 都能正常起波的话 就可以装机了 上热重新抹一抹 对了 还有一件事 这个MOS管平常的发热量也比较大 所以呢 要把上面重新贴一层导热电 CPU供电那边也是一样的MOS管 这玩意儿 显卡供电MOS管烧了到没事 CPU供电MOS管要是烧了的话 直接能把CPU给带走 这些都是最近几天换下来的 可以说得上是通病了 OK 装完之后 咱们继续来进系统考考 现在显卡可以正常识别 天天圈启动 等着吧 看一下跑久一点会不会出问题 下面一台也是一模一样的型号 看故障描述呢 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呢 网游戏闪退光机也是自己换过屏幕 对这一款屏幕也容易换 去年我给一位跨老板换了四十多片这样的屏幕 这台也是已经修好了 这台呢 它运气就没那么好 它这个烧的有点严重啊 这个一般一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没在意 后面一直用一直用 然后某一天直接就烧了 也不只是J把 这边还有一个大的 17寸的战神G把 也是一样的问题 自动关机 看起来是自动关机 其实是显卡掉了 只是你没发现而已 也是2060的显卡啊 看吧 现在修完之后 开了几天都没有再关机了 拯救者先往边上哨哨 今天没你的节目 不过拯救者全系列都没有这种问题 因为他没有用这种MOS管 看今天修好的这一台 已经跑了一个多小时天灵圈了 依旧在稳稳的运行 也没有再吊键蓝屏了 开了一宿的游戏啊 都没毛病 故障前期表现就跟我们刚开始一样 可能后期严重起来 直接就MOS管烧了 直接短路不开机了 你以为只有神舟会这样吗 错了 惠普也这样 这是一台惠普的暗影精灵6 看这个故障表现是不是很熟悉 打开一看也是8690MOS管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雷神也没有逃过这个命运啊 不过说是雷神 本质上和刚刚那个J8也是一样的电脑 里面都是一样的 都是蓝天的模具 一模一样的问题 一模一样的解决办法 好了 本维修视频无师奉献 这是不开会员能看的东西吗 点个赞吧 当然了 新手还是不建议自己尝试 这玩意要跟十九夫打交道 你别把核心给整没了 感谢观看